说到炒菜,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手法,甚至是有着自己的炒菜秘方,就好比大厨们炒出来的味道不一,但却十分美味。 可对于吃进去的食物,太多人追求的吃口感,而不是机体吸收的食物营养,这让病从口入的案例越来越多。 所以,要告诉大家的是,炒菜虽然是一门技术,却也是在掌握全家人的健康,即使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调味料,我们也要利用好。 比如有的人是无醋不欢,可炒什么菜不能放醋?炒什么菜要放醋?你真的做对了吗?我们先来看一下醋有哪些好处。 说到醋,醋可谓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好方手,跟盐相比,它同样可以给食物添加美味,接纳的含量还要比盐的低。 在炒菜的时候放些醋,对于糖尿病患者以及减肥的人群,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,减缓餐后的血糖上升水平,对控制餐后的体重也有好处。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,别大量空腹喝醋,醋中有丰富的。醋酸,容易刺激肠胃,出现烧心,腹痛,骨骼流失盖等情况。 且直接饮用醋的做法,在相关的报道上,还出现了骨质疏松等案例。 所以,大家平时用到炒菜上面,或者是在食用一些美食时,蘸着适量的醋去食用便可。 说完醋的好处,我们再来看看,具体要怎么使用。 每天进食适量的蔬菜,是膳食中重要的部分。 在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有提到,对于正常的成年人,每天每人食用蔬菜的量,要在300克至500克。 其中对于深色的蔬菜要多食用一些,要占到全天总蔬菜量的一半。 而对于这种蔬菜,健康的选择是不能放醋的。 叶绿菜中含有比较多的叶绿素。 在相关的研究上发现,叶绿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,降低黄曲霉毒素对积极的伤害。 日常生活中,不小心食用发霉的食物,如面包、蛋糕、馒头等,就可能误吃到黄曲霉毒素,吃深色绿叶菜就能够帮上忙。 但这种成分对碱性的物质,以及酸性的物质都不稳定,不仅会容易让蔬菜失去自身的颜色,还会影响到绿叶菜中的比较多维生素,让蔬菜白白浪费营养。 相反,反而需要醋帮忙的是含有多分氧化酶的蔬菜,如根精类的食物,多分氧化酶在接触外界大量氧气后,会加快蔬菜变黑。 醋等酸性的调味料,可以抑制这种酶的活性,起到抗氧化的作用,为菜肴增加美观。 除了醋以外,还可以放一些番茄汁、柠檬汁,都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。 食用起来还会更可口。 各位朋友,你炒菜的时候,都有哪些习惯? 在调味料的选择上,你都会怎么做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说说你的烹饪技巧。 形成歌亦 词曲 由乐